詞曲 李宗盛 不知道誰寫的吧 是我最喜歡的一首詩歌 特別當我要面對整個呼召的時候 這首詩歌給我很大的激勵 無論哪裡去 我的心裡就被托 非常有恩告 有神呼召的一首詩歌 那另外一首詩歌也寫得很好 雅各 所以唐牧師真的是很有恩賜 沒有讀過神學 但是他自己讀很多神學的書 拼命地讀聖經 所以在我們中國教會 感謝神 已經是我們老前輩當中 碩果僅存 他死生最後一個了 因為從唐靖輝 神保羅 林道亮 一個一個他們節備地迎過去了 神特別保守 唐牧師 他剛剛幾個月前不是在灣區最後一次的步道 那在台北 在台灣也是最後一次 因為我上兩個禮拜在台灣 他們很多林學妹也去參加 他就是告白林學姊妹 就是最後一次了 所以感謝神 祂能夠在改革中神學的基礎上面 強調神的救恩 神的主權 雖然祂在聖靈論方面 比較保守一點 但是中國教會最需要的就是救恩論 就是神論 所以感謝神 祂在這一塊 給中國教會達了很好的基礎 我們真的為祂感謝 好 我們一動聽到來 仰望神 是的 我們何等的感恩 借著你老仆人 年輕的時候 所寫的一首詩歌 真的從你而來的 到今天 還是震撼 感動著我們每一個丁頸的心 主啊 讓我們真的看到許多世上的靈魂 無論在深山 在城市 都需要你的拯救 主 我們已經被討 無論我們要回中國 或者留在美國 祝你來拆拍我們 你來使用我們 主啊 我們再次從你的話語當中 看到的確 黑夜已深 白皺掌跡 主啊 你再來的日子靜了 主啊 在你再來日子之前 主啊 你的教會 必要大復興 因為你應許 在末世裡的靈要浇灌 凡有學期的 主 我們站立 我們 活在一個末後的時代 也是最榮耀的時代 使用我們成為一個榮耀的器皿 使用我們 祷告同耶穌基督的臉 Amen 請伴障以後 記住黑板要插一插 我們上一堂課 記得我們介紹了千禧年前派 有那個同學可以簡單地定義 什麼叫 錢派 這個錢是指道什麼錢 什麼意思 這個錢派 主耶穌在千禧年之前降臨 不單是降臨在地上 而且之前降臨在哪裡啊 空中 先降臨在空中 我們 什麼 得生的符合跟被提 進入高雄的混淵 七年大災難在地上 之後 耶穌在什麼 降臨在地上 所以解釋我們沙唐課講的千禧年前派 那麼除了千禧年前派 等一下我們要介紹這個 五千禧年 然後還有介紹第三派 千禧年後派 你說為什麼要搞那麼多派 事實上就是因為不同的解經方法 不同的中派 有不同的派別解釋 就是這個千禧年 跟耶穌基督的再來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改革宗的 或是路德宗的 天主教的 他們有不同的這些 對這個主再來 有不同的觀點 所以我們也要了解 那麼千禧年前派 我們沙唐課講的 在初代教會裡面 教父實在三百多年了 大部分的教父 包括格里面 尤斯丁 艾仁柳 河土糧 還有別的教父 他們都接受千禧年前派 他們都相信了 耶穌隨時會降臨在空中 會有千禧年 唯一的他們在逼迫當中 所以他們就覺得 其實他們已經處在這個大災難當中 所以他就覺得這個 很可能他們會在栽中被提 或者栽後被提 但是耶穌會降臨在地上 然後就進入千禧年 所以初代的教父 他們有一個很清楚的一個盼望 就好像老一漢在拔摩海島 說好我願意來 他就是在拔摩海島 在苦難當中 在逼迫當中 他覺得他就是處在這個災中 隨時被提 在空中與主相遇 然後大災難結束 就要陪伴著耶穌 降臨在地上 進入千禧年 其實初代教父們 很多有這樣的一個感覺 英文叫做 imminent 就是很快的 imminent return 耶穌很快就來到 所以他們 受各樣的逼迫 尋到苦難 他們 不會覺得是 一個是 太大的難處 因為他們 知道耶穌隨時 他們的盼望 隨時就降臨 他們就被提了 就進入榮耀裡去了 所以保留說 比起那個 這個 將來極重無比的榮耀 現在所說的苦楚 就怎麼不足掛齒了 耶穌基督的災難 這個榮耀 我們與耶穌基督受苦 也與他一同的得榮耀 身體榮耀的改變 被提 所以是在苦難中的教會 特別接受千禧年前派 那這個千禧年前派 過了初代教會 三百年之後 大家想 怎麼耶穌人沒再來 所以呢 就被這個千禧年 就是無千禧年派 或是後千禧年派 慢慢取代了 特別 在第四世紀 所以奧古斯丁 宗教和約 一切的和平 一切的豐盛 那這個千禧年前派 就比較少人家 一直到什麼時候呢 兩個重要的人物 韓基督上禮拜提到這個 達比嗎 達比 他是 在英國產生的一個信徒 我們大家都知道 我們中國教會有聚會所嗎 最早十九世紀的聚會所 是這個弟兄達比 提出來的 而且他們是閉關聚會所 不接受任何外面的弟兄子參加的 別的宗派他們都不接受的 後來 後來 立和聲 去了英國 拜訪他們 因為透過 一個宗教士 就是 Mrs. Barber 的介紹 就認識了他們這個團隊 所以 立和聲 被他們這個 聚會所的 閉關聚會所邀請 立和聲 我們今天讀他的書 正常接讀生活 讀過嗎 就是他被邀請到英國 神感動他 用英語 你看 立和聲都用功努力 他不但希臘文很好 英語可以講到的 所以我不是鼓勵大家好好 在美國這三年 操練英語 你想想 在那個時代 立和聲都能夠用英語講到 你絕對 努力就行 他居然用英語 講出了這個正常基督生活的這個獎章 所以他原來這本書是英語的 後來回到中國才翻成中文 就是 跟這個系統連結 認識交通請他 這本書是講到的 一講到大筆呢 你要知道他非常重視什麼話 他能夠通西伯來文跟希臘文 翻譯了大筆聖經 所以假如你今天上網就查大筆 拜本 一定出來的 就是他所翻譯的 序位所的人參考的經文 聖經呢 很多時候會用他的 但後來用李昌壽他們的這個 恢復本 等等 但是他最大的貢獻呢 就是重新提出千禧年前派 千禧年的關聯 初代教父所講的千禧年前派 他重新提出來 而且更加強 在前被替 記住 所謂歷史的千禧年前派 是指到歷史就是指到 初代教父這三百年 他們所提出的千禧年前派 不同點是 這些教父認為 他們處在在中 那時候被捕 說是在中被替 或是在後被替 好嗎 但是打筆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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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得勝的基督徒 我們是做基督的信復 我們是pre-tribulation 什麼叫pre-tribulation 災難之前 災前被替 所以我們今天很多的教會 特別是被聖靈充滿靈恩的教會 很多的教會越來越接受 這個千禧年前派 再加一句話 災前被替 我們怎麼說 千禧年前派 災前被替 那這一個觀點呢 是他在十九世紀 最先提出來的 然後 他影響了一個門徒 是美國的一個基督徒 叫死可福 Scotfields 那你們在中國 不知道有沒有聽過一本聖經 叫死可福聖經 因為 哎呀 中國比較先知了 但是 這本聖經在過去 東南亞在香港 我們都看過 所以這個Scotfields 這個牧師呢 就是 把大筆的聖經 要整理 下面放了很多的解釋跟附註 是最早的一本 著師本的聖經 我們現在很多嘛 NIV的著師本聖經 等等不同的著師本聖經 而解本你看看 是在這個十九世紀中的時候 末的時候就開始了 註解的聖經 然後他在這個註解裡面呢 就特別碰到在這 關於千禧年啊 災前悲體的經文 他就在那邊附註解釋 來說明這個千禧年災前悲體 同時他也會在他的聖經裡面呢 附註解釋呢 這個大筆所提出來的時代論 你記得嗎 沙囊課講到 大筆提出 在整個人類歷史當中 神對人的管制跟拯救 分了七個時代 你記得嗎 看看講義 在伊甸園是什麼時代啊 還記得嗎 innocent second dispensation 無罪時代 然後無罪時代的 神的要求跟救法是什麼 亞當跟夏娃什麼 順復神的命令 守治的界限 不吃這個山的果樹 只是在無罪時代 神的一個要求 他就提出在不同的時代 神對人類有不同的要求 第二 進入什麼時代啊 很記得嗎 良心時代 然後第三 進入仁治時代 第四 應許時代 你要像亞伯拉罕一樣 傷心神的應許 伊甸加巴罕信神的話 神就稱祂為義 然後第五 進入摩西的律法時代 你要守十條誡命 才得救 然後第六 進入什麼 新約的恩典時代 但是他說 這個恩典時代 是因為 神所拣選的以色列人 他們拒絕了神的活度 拒絕了耶穌基督 然後救恩才臨到什麼 外邦人 所以 因為教會時代 是一個插入的時代 當教會被提之後 所以他們講教會被提 教會被提之後呢 將來在千禧年裡面呢 所有在旧約裡面 對神選民的應許呢 是單單應驗在以色列人的身上 教會被提了 無憤 教會不會跟著耶穌基督 一同降臨在地上 他說 你們已經上天了 教會時代已經 finish 國度時代 是單單屬於以色列人的 是神對 就約他的子民的應許 是應驗在 以色列人的身上 那麼 基本上他這個時代論呢 很多教會都不接受的 第一 神的救法 不是在不同時代 有不同的方法 單單在律法時代 也沒有人能夠靠守律法 可以得救 看到了嗎 而且神的救法 從伊甸園之後 只有一套的救法 叫做恩典之約 你記得嗎 我們以前學 工作之約 跟恩典之約 神與人類 只立了兩個約 一個是在伊甸園裡面 墮落之血 亞當被約 結果他墮落了 你記得嗎 在和西亞書第六章 講到 亞當被約 當人墮落之後 人沒有辦法 守得住神的 誡命 道德律 所以從亞當墮落之後 從最早期 你只讀西伯來書十一章 亞伯所獻上的神韵 因信還在說話 亞伯是怎麼得救的 神命令他什麼 獻羊羔啊 該影中 不相信 好好那個羊羔那麼可愛 你捨得把他殺 他把殺吃貓都不敢啊 還要殺羊羔 其實亞伯當時 也可能不能體會的 懂嗎 但是 聖經說 他應的信 神怎麼說 他怎麼信 都怎麼做 因為那個羊羔是預表誰啊 神的羔羊 耶穌基督 除去世人的罪 所以從 先祖的時代 一直以來 天下人間 沒有吃下別的美 應他得救 就是基督 耶穌基督 只不過 旧約他們是 憑信心 現場羔羊的影兒 真體 卻是基督 我常常說 旧約的人呢 是先上福吃 耶穌候補票 我們是 耶穌先買票 搞清楚了 我們再上吃 你懂嗎 其實都是一樣 天下人間 沒有吃下別的美 可以應他得救 這是恩典 恩典之源 都是藉著耶穌基督 所以 神 在整個人類歷史當中 自從人類多了之後 只有一套舊法 不是 無罪時代 過去之後 伊甸園結束之後 有六個要求 六種方法 六個時代 有六個方法 你懂了嗎 不是 更重要的 我們 不相信 旧約裡面 對神選民的應許 只是 單單 歸屬於 以色列人 因為 我們從新約裡面 看到很多的經文 真正的以色列人 真受隔離的人 是誰啊 我們一同來讀 羅馬書第四章 我已經把它打出來了 昨天把它找出來 一同來讀 四章十一節 他受了隔離的記號 他是指到亞伯拉罕 做他未受隔離這時候 因信誠義的定證 叫他做 一切未受隔離 而信誠人的父 指他們也是唯一 所以 誰能夠 成為亞伯拉罕 信誠之父啊 他能夠做一切什麼 未受隔離 有信 之人的父 所以 我們所有 因信誠義的人 亞伯拉罕 都成為我們什麼 信誠之父 我們都是亞伯拉罕 信誠的子孫 我們才是那個 真正的以色列人 再讀下去 羅馬書第2章28節 因為 外面做猶太人的 不是真猶太人 外面肉身的 有理 不是最可理 唯有裏面做的 才是真猶太人 真猶太人 真猶太人 在乎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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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是真猶太人啊 不是在乎那個 外表的 那個學員的 所以羅馬書第9章 法羅就講得很清楚了 雙聖子 雅各跟伊撒 都是亞伯拉罕的子孫 但是唯有雅各是我所愛的 他才是被神所拣选的 不是所有學員的 以色列人都得救 都是真正 亞伯拉罕的子孫 真猶太人是誰啊 是心裡做的 心裡面受隔離的 不在乎疑問 真隔離是心裡的 在乎是否聖靈所重生的 而不是疑問 血統 你就是猶太人 所以我們 應該很驕傲 We are proud to be the true Israel 我們是真以色列人 有沒有 我們是真 怎麼 猶太人啊 We are the true chosen 叫做你是真正的以色列人 有沒有 不是今天住在以色列的 那個才是真 以色列人啊 很遺憾啊 今天住在以色列的 幾些猶太人 還是像當年殺耶穌的 猶太人 一樣錯誤的觀念 要靠律法得救 不上是耶穌 那麽耶穌 不是神的兒子 到現在還是改不過來 但是神還沒有完全期待他們的 因為神 要透過他們 要顯出神 神對祂當初所選招恩賜的 沒有後悔 再來以色列的餘數 當耶穌基督在降臨的時候 拯救他們 創下得救 所以我在上堂課說 我們不要過分地高舉看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跟我們在基督裡面 都是成為一了 而且他們是樣板房 你們 你們都去過我們家了幫忙 看到樣板房 其他的房子 也是一樣的 你也是在upgrade 做得一模一樣的 所以 不是 以色列是長子 特別高 我們為以色列求平安 就得雙份的祝福 因為他是長子 不是 他們只是 別有人先進葡萄園 有沒有 我們也是在葡萄園裡面 所以在加拿大書地上 那講得很清楚 無論是 西列人 西列人 是猶太人 在基督裡面 都成為一 所以我們再讀下去 菲律比書第三章 讓我們認識 誰是真 以色列人 真 那個真受隔離的 是在裡面 以神的靈敬拜 信耶穌的 在基督裡誇口的 才是真受隔離 真受隔離的 在葡萄園第九章 看到 神的 在信任的子民是誰 一同來 神在 哇今天誰是祂的子民啊 真的是原來的外邦人啊 不是子民的 懂嗎 是我們今天 再讀下去 今天 以色列家是誰 這是在 耶利米書 三十一章 三十一節 大家再講一項補一下 講一項補一下 講一項有誰 耶利米書 看到嗎 在這個圖 這上面 看到嗎 因為上一檔課太急了 我們沒有辦法把這些經文秘密著走看 耶利米書三十一章三十一節 地頭來 日子 你只講說 我要與色列家和大家 令你信約 有話說 我與色列家所令你的人 是這樣的 我要將這個預法放在他們裡面 寫在他們心上 我要做他們的人 他們要做我的子民 這個因言 在關聯的後書第三章 你讀一下 你們明顯神經過的信 藉著我們修成的 不是用墨寫的 乃是用永生的靈寫的 不是寫在石板上 乃是誰在什麼 石板上 看到嗎 跟耶利米書三十一章的音訊 一模一樣 今天我們活在信約裡面 神要與我們另立信約 誰是以色列家 我與以色列家所立的約 是怎麼樣一種實際啊 神要把他的話寫在我們心上 現在聖靈把神的話寫在我們心上 我們現在活在信約裡面 所以看到誰是以色列家 看到嗎 是我們 看到了嗎 所以在舊約裡面所預言的 這個以色列家 神的子民 是今天的什麼 你跟我 有聖靈的音註 有聖靈把他的話寫在我們心裡面 信約的這個圖 原來不是神子民的 神算高 今天你們是神的子民 是我所愛的 所以我們就總結到 舊約 官復神 國度 千許年的這些的音註 不是單單屬於那個血統 血脈性的以色列人 懂了吧 是屬於什麼 信約的 所有信主的 亞伯拉罕信心的子孫 真受隔離的你跟我 我們才是這個真正以色列的家 因為聖靈把這個話寫在心板上 寫在心板上 看到了嗎 完全應驗的 所以誰是真誰是假 回到聖經 誰是高誰是低 誰是長兄 誰是高一等 沒有這回事 當你讀到一幅所說 講得很清楚 實際上也把那個 格頓的牆拆了 不再分以色列人跟外邦人了 在基督裡面都成為一了 好 所以這個觀點有沒有弄清楚 所以我們不接受時代論 七個時代有七種的救法 NO 我們接受的是盟約論 科分的theology 只接受恩典之約 天下人間沒有吃到別的美 可以贏他得救 只有接受神的高揚 出去寫了罪念 我們也不接受 以色列人好像是比我們外邦人高一等 他們是長兄 NO 甚至我前幾個禮拜寫了一篇文章說 那個要為耶路撒冷求平安 真正的耶路撒冷現在在哪裡啊 是教會神指名聚集的地方 在旧約神指名聚集敬拜的神的世界耶路撒冷在聖殿 所以你要按照旧約要為耶路撒冷求平安 因為神的殿在耶路撒冷 懂了嗎 但是今天神的殿在哪裡啊 在教會 在我們心裡面 是要為教會求平安 也一個人來說 耶路撒冷求平安嗎 神定義奏主這塊地 聖殿著七十年被毀 一直沒有聖殿 就是怕我們去高舉那個地方 高舉一個民族 因為神早就允許了 要接著亞巴拉罕的後裔 耶穌基督萬國得福 神的信義是什麼 萬國得福 以色列只是一個透過他們 把神的聖言 把耶穌基督帶進這個萬國萬主 所以其實基本觀念要弄清楚 畢弟兄那天有聽那個拉比的講話 講得一塌糊塗的 後來我就寫一個E-mail 我好像沒送給你那個E-mail 你有沒有看到 我改天再讀送給你 當天畢弟兄也在那個教會有聽 這個拉比說 你們要為以色列求平安 因為神要透過以色列 才能夠祝福到你們外邦人 我心裡想 早就祝福了 透過因素基督 不是透過你們以色列的福星 來祝福我們外邦人 反而是我們外邦人 所謂外邦人 一直在祝福以色列啊 透過教會來祝福以色列啊 所以他們非常強烈的猶太主義 或是散族主義 覺得他們是比萬族萬民是高於黨的 千萬這種優越主義 絕對絕對 就如同今天美國 講這個白人優越主義 這個是非常可怕的 都會做成紛爭跟鬥爭跟戰爭的 我們今天在基督裡面 包括萬族萬民都有神的檢選 在回教徒當中也有神的檢選 我們希望每一個的民族 我們都能夠與基督的愛 怎麼 愛他 因為神的心 要各族各方各民來愛他 所以千萬不要講白人優先啊 白人主義啊 這個散族主義啊 一講的主義 都會講很多問題的 所以我們回到聖經 看到我們的基督裡面 是一個聖體 所以我也很感恩 上幾個月去到這個 拉斯卡特 一個叫 米賽亞會中 哇 這一批基督徒啊 都是猶太人啊 但因為他們受猶太傳統的影響 他們就只有禮拜六來聚會 我們也不要去批評他們了 因為守安息日他們已經守了幾千年了 沒辦法改的了 所以他們是在禮拜六崇拜 但是看看他們的聖經 新旧約聖經都一樣 哇 他們的敬拜很活潑的 哇 這個米賽亞會中 他們很有這個敬拜的恩師 因為他們的心真的是向著神的 本來就是以色列人 本來從小就讀旧約 對神的那種敬畏 你看到他們對神的那種敬畏向往 真的是不一樣 非常地敬切 有機會你們去觀摩一下他們的那個崇拜 很精彩的 知道在哪裡嗎 答一下這個 Mr.Anne Congregation 或許 你記得我們上學期有一個 少律師一個姐妹來講見證嗎 她常常去以色列傳福音的 剛剛回來 她就是參加那個教會的 然後禮拜天又去北的基督教教會她 所以很忙 禮拜 週末她有兩個聚會 禮拜六她去這個 這個Mr.Anne Congregation 就是猶太會眾 就是猶太會眾 彌賽亞會眾 聚會 然後禮拜天也參加別的教會 有時候她去按修園等等 所以我們了解這些背景 知道誰是真猶太人 好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 我們繼續進入千禧年前派 究竟他們 他們的解經的根據在哪裡 解經的原則是在哪裡 注意 不同的解經方法 也是自面解經或是靈異解經 會產生不同的派別 會產生後千禧年派 或是無千禧年派 但是注意 千禧年前派他們用的解經方法 是自面解經法 literal interpretation 就是不會把一句話 把它靈異解經 好 我們來看一下例子 就知道什麼叫自面解經 跟靈異解經 我們來看這個 入教福音第一章 好我們來讀這段經文 三十一節 一同來 你要 王直到永遠 他的國也沒有進行 那千禧年前派 他們解釋 結段經文說 我們一定要用自面解經法 所謂grammatical interpretation 文字文法的解釋 這個文字講得很清楚 按著自面 的確 瑪利亞懷孕聖子 這是一個自面真實的事情 另外 他的名字 真實的叫做什麼 耶穌 他是自告解的兒子 不是靈異 因為表示他是自告解的兒子 是表示他很有神的看重 恩高地位 不是靈異 是真實的 所有的宗派 前面講一句 都是用自面解釋 照著這個自的文法定義 來理解的 但是呢 五千禧年派跟後千禧年派 到了三十三節 或者到了三十二節的後面 他們就說 結底所講做王的事情 是靈異 耶穌只是在我們心裡面做王 耶穌沒有所謂 一個的大位的這個位 國度的王位 在地上做王 所以他們解釋後面 主神要把主大位的位給他 他要做雅各家的王 他們就說 其實是靈異 是日表 只是耶穌在你心裡做王 不是真的在地上千禧年 做王一千年 你懂了吧 他們 全面用自面解釋法 不敢用靈異 真正實實是神的兒子 真正實實 名字叫耶穌是救主 否則他全面也用靈異的話 就沒有救恩了 懂了吧 就沒有 同真理懷孕生子的這個事情了 所以 不接受千禧年前派的人呢 他們的解釋方法 是不一貫的 全面他們 無夠否認 要用什麼 自面解釋 但是到了後面 你講到王啊 講到王位啊 講到國度 他們說什麼 這個是靈異 是 耶穌在你心裡面做王 不是真的在地上做王 耶穌是坐在天上的座位 你懂得意思嗎 靈異解釋後面 所以這個是不合理的 你既然在同一段經文裡面 前面用自面解釋 你後面 應該什麼 用自面解釋 真的耶穌要叫你做王 要坐在大位的保座上做王 懂了嗎 我們再看這個例子 什麼叫靈異解釋呢 答應理書 第二章 這些就要 因為是 啟示性文字 就需要用靈異了 要 知道這個靈 是預表誰 銅是預表誰 我們舉個例子 答應理書第二章 一同來讀 我們要靈異的大象 這像是高 即是高揚 站在你面前 行動甚至可怕 這像的頭是精神的 心腸和靈靈的 肚子和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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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 很直接的 照相在拜祢的 你萬萬 念有一盆 非人禹守 說謊 那時候 大大背上 半百公斤的腳上 把腳大催 於是 今明同天 您都一同同在 我本身 成屠下天 我打他了 康彌 被雲吹上 無處會去 打碎這像的石頭 變成一座大催 充滿天下 好,所以很明显这是预表性的文字,你不能用字面去解释这个像,这个真的是将来有出现一个像,这个像的头是金金,其实这个头是金金是预表谁呢? 这个整个的描写是预表未来不同的国度的彰显,金金的头是预表巴比伦,我写下来,然后这个胸膛跟绑壁是赢的,这个是预表谁啊?巴比伦之后马代波斯,第二个国度,然后杜福和钥匙同是讲到希腊的国度接下去, 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铃的,这是叫罗马帝国的国度 到罗马时代的时候,谁出现啊?有一个什么?石头出来的,这个石头不是字面所讲的石头,是预表谁啊?耶稣基督出来的 带一下他的国度,所以这段经文是属于启示性文字,预表性文字,你就要用灵意来解,知道吗? 但是,《路加福音》其实很明显,不是启示性的文字,也不是灵意的文字,你就要用字面解 甚至所有的崇拜,前面一解,一定用字面的,不会否定的,他是神的儿子的 但是,你不能说前面用字面解,后面用灵意,假如要用灵意,这段经文基本上是启示性文字 不能直说的,就像启示物很多东西是用启示性文字的,不能直说的,免得带来直接的逼迫等等 那,这段文字就要用灵意,找出他的预表 那,包括,以赛亚书,第九章,我没有打出来,我们一同放到以赛亚书 圣诞节快到了,通常都会读节省经文 以赛亚书第九章 我们读第六节,我们第一档课有提过节省经文 第九章第六节到第七节,一同来 一 Advisory 있거든요 有一个配 香港美国国,或是igg if we actually nuestro 政权必在你们单看的第一节ijn覆口上 приг出席去使致较为起辞助测事 全能受胜,有über达福和aso ming��� 她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征无穷 她必在大 Mao Zedong上致立她 OFED 她的国,以公平,二共益使国坚定,稳固 从 überall经支 expectation 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征无穷 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 势利他的国 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 从今世道农业 万君之乐化的热心 必成就这时 所有的教会 所有的宗派 解释第六节 一定用什么 词命 的确确他们伤心有个婴孩 为我们而生 有一纸会赐给我们 绝对伤心致命的解释 耶稣基督 要诞生 但是呢 很多的教会一读到后面 讲到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 治理他的国 一讲到这个国度 宝座他们做什么 后面又犯了路加福音 刚才的错误 后面就用什么 灵意 这个国度是指到一个熟灵的国度 是指到一个教会的国度 不是真的在地上 坐在大卫的宝座上 有一个先洗年的国度 来治理他的白身 所以你就发现 不一致的解释法 既然你前面用直面解释 后面一句也应该用什么 直面解释 否则你传断 就像刚才代言你说 你整段都用灵意预表 解释可以 你不能前面用直面 后面什么 你不能接受的就说是灵意 你懂吗 所以 无先洗年派跟后先洗年派 他们的解释的方法呢 不像千洗年前派 这样的一致跟一罐 都是用直面 你懂的 你懂了吗 所以 了解 不同的解释原则 产生不同的派别 但是 千洗年前派 他们用一罐的 直面解释法 是比较合理的 好 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同样一个问题 很多 不接受千洗年前派 不接受有千洗年 不接受有七年大灾难 他们就说 圣经讲到这个 七 或许只是一个预表 一段的时期 不一定是七年 特别在《单约理书》 这个 第九章 提到这个 一七之类 这个七真的是七年吗 还是只是 灵异解释的 一段时间 包括 在启示录里面 我们可以看看 启示录也要讲到 三年半 四十二个月 一千两百六十天 究竟真的是实际的天呢 还是一个 灵异代表一段时间 所以等一下我们要 做一些研究 我们先把这几段经文 来读一下 《单约理书》第九章 讲到这个 一七之类 跟一七之半 讲到这个 七 这个七真的是七年吗 怎么去验证是七年呢 如同启示录所讲的 真的是四十二个月吗 这一七之半 是三年半吗 好 我们先读这几段经文 《单约理书》第九章 一段来 七十个气 一同来大乡 封注意向的地 被高制胜者 与当时到 当文版 从初令 从身建造 原材人 法制道 又到后的证捉 必有序 和六十二十七 正在现在的时候 如法的干承 与年年节 还在 中必重新建造 过了六十二十七 拿出道者 必被检除 必不留 必有遗忘的名 来 任天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期之内 讲到七年里面 特别的后三年半 一期之半 他就禁止这个献祭 逼迫以色列人 那么这个的一期之半 是否就是启示录十一章所讲的四十二个月呢 还是启示录只是一个启示性文字 也四十二个月不是代表真正的三年半呢 所以我们再读一下启示录 有提到两次 一终来十一章 他们要 好 在十三章 谁能笔着手 谁能以他交代呢 又是给他说 花大献祝了花的口 又有权定赐给他 也得以他人而行 四十二人而行 到了启示录十三章呢 都讲到这个敌基督在后三年半呢 他任意而行 特别是逼迫以色列人 那究竟这个四十二个月 或者一千两百六十天 是自面的时机的天跟年 还是只是预表一段时期 因为很多人解释千禧年 只是一段时期 不是真正的一千年 七年大灾难 不是真的七年 只是有一段时期的灾难 只是一个完整 七就是一个完整数 他们都是用这种灵意检定 所以呢 我们要从圣经里面去计算 因为大义理书第九章讲得很清楚 让我们去明白 从这个初令重生 从建耶路撒冷到受告解 被剪除 按照大义理书第九章注意 总共有几个七啊 六十九个七 看到吗 六十九个七算一算多少年啊 犹太年是多少啊 四百八十三年 据说犹太年跟我们犀利的算法不一样的啊 犹太年是一年三百六十天来算的 等一下我们来计算一下啊 啊 那么 这些考古 圣经的考古家呢 他们去研究 回去好好去研究 这个 以色纳记 七章十四节 跟尼西米 二章第一节到第八节 就讲到初令重生 建造耶路撒冷 他们就算出呢 是在主前 这个 这个 四百四十五年 我们看下一章 你们讲义也有 看到这个图吗 主前四十五 三月十四 你们的讲义少了一个点 要打个点 三点一四 看到吗 是指到三月十四号 你们应该有这个图啊 要打个点啊 那么 从初令重生 建造耶路撒冷 到耶稣被钉死 除掉收高者 耶稣记住啊 是在主后 三十一年 四月八号 因为耶稣的诞生 不是在公元零年诞生的 因为这个犀利在 第六世纪计算的时候 弄错了几年的犀利 真正耶稣诞生是在主前 第五年 所以从主前四十五 三月十四号 初令重生 建造耶路撒冷 到受高军耶稣基督被杀 到主后三十一年 四月八号 他们就算一下 结段时间 是否是483年 假如是的话 就表示这个七是什么 七年了 我们来算一下 这段从这个主前四十五年 到这个主后三十一年 总共有四百七十六年 按照系列的算法 是三百六十五天一年 总共有多少天啊 一千 十七万三千七百四十天 看到了吗 再加上 那么多年当中的论日 有一百一十六天 再加上三月十四号到四月八号 减二十十天 由基督去加一下 总共多少天啊 十七万三千八百八十天 看到了吗 十七万三千八百八天 要再除犹太年 三百六十 以下一条 总共多少 就是六十九个七 四百八十三年 所以这个一七之内 这个七的单位 是什么 是年 讲到耶稣被斩除之后 他都这段记载 但第九章 都讲到末后的七年 中间的教育时期他不讲 就讲最后 耶稣再来 这个大灾难 末后的七年 所以这个七 不是灵异解禁的一段时间 是真正的什么 七年啊 所以我们很有缺据 将来第一章绝对有七年的大灾难 同样的我们也相信这个一千年 千禧年不是只是一段长的时期 是绝对对一千年 包括章来我们有解释 《启示录》的一个十四万四千人 也绝对是一个实际的数字 不是只是这个灵异的一个数字 所以十二个支派也是绝对 直到真实的 十二个不同的支派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千禧年前派 特别耶稣在马太会 而且实际上讲到这个大灾难的事情 这个七年的大灾难 找不到去确定 是真实的年 十七年 我们刚才忘了关这个speaker 继续关一下 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个计算 回去再自己看清楚这些数字 一天不差的很准确的 神的末世是很准确的 从出令重生 接着有的时候 到被高军被检除 六十九个七 四百八十三年 一天不差 所以那个一七之内的七十七年 没有错 七年大灾难 在末后有七年大灾难 在末后有七年大灾难 所以再来我们教导 末世论七世路 我们要很有把握 千禧年再前被提 是在圣经里面是确确实实 讲论得很清楚的 好 有没有问题 好 没有问题呢 那我们等下下课休息了几分钟 回来就开始讲 五千禧年派 特别是在中世纪 天主教 从奥古斯丁呢 他们比较接受五千禧年派 他们的解禁方法是什么 他们的立场是什么 他们对这个末世的世界的看法是什么 我们都要了解 那么到了十七世纪 清教徒他们革命成功 我们比较接受千禧年后派 所以我们等一下都要了解 在历史上过去不同的教派 包括现在不同的教派 他们有不同的末世观 好 我们很快休息几分钟回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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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